话是这么说,只是这辣白菜的主要口感还是辣,所以吃的时候,大部分人觉得酸辣滋味够了就好,这点鲜和甜,猛的异常的话,根本就吃不出来,也分不出来这两种辣白菜的不同,就是因为这个,这些卖这种辣白菜的铺子,才有恃无恐的,用这些便宜的辣白菜,当成咱们的辣白菜再卖。 唉,这缘闷我还说呢,春天了,酵藏的白菜数量越来越少,我还发愁,春白菜种不出来前,咱们腌的辣白菜就供不上麦子了,结果这几天呢,来拉货的人是越来越少,我就觉得奇怪得很,出去转了一圈,就发现了这个东西。 细细地问了问,这样的辣白菜啊,从上个月就开始有了,只是这家做辣白菜的在哪儿啊,现在还没有查出来,他们卖货的时候也谨慎得很,不让铺子从他们那儿拉货,都是安家安户的送货。 这倒是有意思了,咱们做的辣白菜已经是薄利多销了,利润都没有四成的。 这家做的辣白菜,即便是不放苹果跟梨,少一些东西的话,辣椒酱的成本也占了很大一部分。 卖这个价钱,应该不赚钱了吧。 这家做辣白菜的,一开始就想着用低价把咱们彻底挤出去,等到所有的铺子都不从咱们这里进货,只进他们家货。 咱们作坊因为争不过他们,不在做辣白菜的时候,他就可以往上慢慢地提价了。 到时候,对于卖辣白菜的铺子来说,哪怕他稍微提点价,还有得赚,也就不会再进货了。 慢慢地,这辣白菜也就慢慢涨到正常,甚至比咱们更高的价格去了。 以低价抢占市场,等占据足够的市场份额之后,再来操控市场。 这样的营销方式,在现代社会中并不少见,甚至是电商打架时惯用的招数。 倒是不曾想到,在这里也有人用同样的方法。 大约是这样的,这会儿探便宜,买他们家辣白菜,想着多赚钱的铺子,等到那个时候时,就成到苦头了。 不过真要是有那么一天的话,哼,也是那些铺子应得的,不值得从勤。 用白家村作坊里头的辣白菜赢得了口碑,生意也因此而蒸蒸日上。 现在,见有利可图,便面上不说,却用便宜的辣白菜来充当正常辣白菜来卖,着实也是可恶得很。 白金被性子敦厚,却也是一个眼中柔布的沙子的,最讨厌的便是这种人了。 话是这么说,可是真等到那一天的话,那家做辣白菜的已经赚得盆满钵满了,把咱们的生意都挤没了。